李小璐和哥恩的夜宿风波已经过去大半年了 这场风波对两位当事人以及贾乃亮都造成了不小的影响 哥恩的舒畅事业陷入低谷 李小璐与贾乃亮的婚姻关系也一直为广大网友揣测 时间是治愈一切的良药 近日,哥恩重新回到公众视野 开启了网店 半小时就创下了260万的销售额 付出势头颇猛 在大家都以为夜宿风波即将被人淡忘之时 这场连续剧再次更新了 请允许是一位网友赛比哥恩的网店购物时 发现客服发了一顿另一个品牌 wannabe的宣传语 随即该客服立即道歉 声称不小心发错了 那是Pakon贵人的品牌 非常巧合的是wannabe的创始人中正好有李小璐 莫非客服所说 Pakon的贵人 治的就是李小璐 有网友猜测 客服发错消息的这种情况很有可能 是因为Pakon网店的客服与wannabe的客服是同一批 所以才不小心发串了 针对这一事件 Pakon也在微博上号回复 是有人故意三人进去搭客服 然后再聊黑塔 为此 Pakon辞退了全部客服 客对话截图是从顾客的角度截的 并非从客服的角度截的图 客服黑他的这个结论有点站不住脚 此外 这位发往电对话截图的微博网友是Pakon的铁粉 微博的初衷也是觉得客服失职了 想要Pakon工作室好好处理一下 所以也不存在被人找来Pakon的说法 释放后 该网友拍四处道歉 大部分网友对Pakon的解释并不满畅 除了Pakon被受证意外 贾买亮和李小璐的婚姻关系也被受关注 夜宿风波曝光后 贾买亮与李小璐心少和体谅下 包括李小璐父亲生日 贾买亮都没有现身 却出现在好友儿子的白日宴 这些举动 使得网友们猜测纷纷 不堪其扰 在贾买亮前几日还站出来澄清 表示自己不想看到任何人受伤害 想要全力以赴的保护妻子和女儿 在这一段感情中 贾买亮选择了包容 也希望李小璐不要拖住这份信乱 大家怎么看这件事呢